马路如虎口,路上障碍太多,视障者出门就是挑战,要给视障者行得安全。 营建署在六都首创事办视障引导设施,来看看要怎么样帮助视障朋友。 只能靠声音来判断过马路的安全性,这是视障朋友每天出门遇到的第一个关卡。 集中注意,尽量过去,能快就快过。台湾的环境有点杂乱,有些地方机车还有东西放的比较多,对视障者行走来说会有很大的障碍。 路上有太多障碍,视障者一出门都是挑战,尤其在陌生的环境里,更会让他们东南西北分不清楚,过马路等于是拿生命当赌注。 他们在过马路,在走行穿线的时候,没有任何的参考点,没有任何追击点,导致他们会走偏了,会多花一点时间,甚至会影响到安全。 要给视障者行的安全,营建署全台首创在六都试办视障引导设施,这里是台北信义区的松永路路口,在行穿线上,也就是我们说的斑马线,加上了凸起来的导引标线,让视障者能更清楚感受前进的方向。 标线的厚度大概没有厚度或者是0.2公分以下,那我们现在做的这条标线的厚度会到0.4到0.6,也就是说预期中视障者的那个盲障,他在用滑障的方式是可以感受到这条标线的存在。 这张朋友首先会感觉到地面的警示带,就知道已经要准备进入路口处,接着找到定位点,准备用厅的过马路,安全大大提升。 不过能不能推广到全台,营建署表示还要再研绎。 有这一个稍微突出来的这个打盲的斑马线,会让我比较容易可以走直线,然后可以比较快一点走到对面这边过来。 最暖心的设施和细节,永远还是抵不过人位。 一般民众如果更加了解视障者的需求,才能让他们的生活更没有阻碍。 记者朱凤之中健刚,台北报道。